以下進入10秒鐘無情工商服務時間 所有很多都好乾 不然就要課 又花時間又花錢 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你在說什麼啊 你不是還有生命嗎 而你的生命就是要拿去預約聖鬥士心死正義傳說 2月4號開啟公測 馬上預約 馬上燃燒小宇宙 耶太太 大家好囉肥仔 今天要來介紹的聲優就是石川遊衣小姐 組成石川小姐的成分有很多 其中包含這個一點冷淡 很差的這個語彙能力 以及這個大量的東方神秘力量 因為身上蘊含大量的力量 配購的角色大部分都有種子很強的特色 比方說巨人的三粒 AKA護漆狂魔間巨人果汁機 只要三粒手上有刀 喔甚至不用有刀 要空手屠宰巨人呢 志士不在話下 再看到自動人型的2B 及高端科技余一生的戰勝機器 使用多種武器縱橫戰場 不過說到強度這個呢 可能還是會浮動啊 這就要看坐在螢幕前的駕駛員 戰鬥力如何了 還有必然航線的企業 強就有一個綽號 演習獨流 那個時候我打一場演習 遇到對手放了一隻企業 那個企業一巴掌拍下來 把我整個艦隊加司令部 全部吹到火星上了 總之就是很強 如果要幫石川小姐寫一部青小說 我想標題會是 轉身到異世界驚探號 我和我配音的角色一起戰鬥 幸好他們都好強 驚探號驚探號驚探號 讓大家感受一下各種型態的石川小姐 這個是巨人裡的石川小姐 這個是自動人形的石川小姐 這個是必然的石川小姐 三個願望 一次滿足 是我大石川遊誼 接下來進入大家喜聞樂見的鄉野奇談單元 關於石川小姐 我們知道的不多 六歲即加入很有名的向日葵劇團 這個劇團是一個老牌的深憂量產流水線 很多知名深憂或多或少都在這個劇團裡待過 而石川小姐一呆就是呆了23年 被別人問到對巨人有什麼看法 石川小姐說 作為山莉來說 第一次看到巨人的時候當然是很絕望的 但如果你問的是尤伊阿克曼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哇 巨人表情很不錯喔 吃艾倫媽媽吃得我都餓了 不是啊 反正都要被巨人吃掉了 當然要給巨人吃得開心一點 你看巨人笑得多開心啊 對於巨人 尤伊阿克曼還有很多奇思妙想 要是我能變成巨人的話 我一定把別人抱起來丟 離地15公尺的好高好高 夠刺激吧 喔 那個 我那個子痛要放去哪裡了 聽得我頭有點痛啊 這個思想還有沒有辦法再更驚世害俗 再被別人問到 如果變成三立會想要做什麼 答案是 想開烤肉店 現在是怎樣 談到巨人就是強迫中獎 一定要和吃得有關是不是 理由是因為 三立刀工很好 切巨人跟割韭菜一樣 問題不是割多少 而是會不會不夠割 如果身懷這樣的絕技 去開店一定會被客人稱讚 喔 這家店的老闆很厲害喔 肉居然切到寶可透光 一定是一位烈乳奇才 後來本人想一想發現不對 如果給三立獨自經營一定會出問題 在經營管理方面上一定翻車 說不定開兩個月就要準備收一收了 一定還要再請一個阿爾敏來負責管理 那艾倫要幹嘛 不幹嘛 就顧著吃就好了 反正不管發生什麼事 三立都會負起責任 給艾倫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我要是艾倫 一開始也不會去加入什麼調查兵團 每天和三立在一起就好了 這樣生活多愜意 那本次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按下你的訂閱分享還有讚 按下的觀眾每次上廁所都有衛生紙 至於沒有按的觀眾 也不會怎麼樣